今天是2022年4月15日星期五 万众期待的天赐声音第三季第五期终于要播出了 时间是今晚10点 节目的播出时间终于也可以稳定下来了 关于天赐3第五期的节目单 小编在上一个视频中已经发布过了 就目前来看 至少周深演唱的歌曲《哭沙》已经得到了官方确认 非常期待今晚周深和陈鸿宇的舞台合作 这是周深时隔四年之后再次公开演唱歌曲《哭沙》 同时周深也是向第三次掌获金曲发起从事 目前的天赐3正处在第二阶段 再过一期的节目将会迎来第三阶段 而且网上已经有关于第三阶段《正容》的爆料 第一阶段的盖令人印象深刻 甚至可以说是大放异彩 首首歌曲都火得不得了 而第二阶段的张碧晨 实力自然也是毋容置疑 只是缺少一个爆的机会 那么第三阶段 据说刘席军将会接替张碧晨 以阶段合伙人的身份加盟 值得一提的是 刘席军曾经在上一季 也就是《天赐声音》第二季当中 与王鹤野一同唱火了歌曲《大风吹》 这种歌曲虽然涉嫌抄袭 但也滴滴缺却是出了圈 因此第三阶段的老将刘席军 可谓是来势汹汹了 另外看着还有很多其他女歌手飞行节目组 这么一看还未和女歌手有过搭档的周深 在后面的阶段应该是有机会合作女歌手的 期待 接下来我们还是看看《奔跑吧》第十季 录制的路透 近日关于第一轮的录制 晚上有层出不穷的路透照和路透视频 前面看的也是木屋辖阶 周深小小书童和老上海学生的扮相 都十分招人喜欢 另外还有与杀意的拥抱 与李晨的同行 与蔡徐坤和白露的先谈圣欢 让人蜿蜒欲穿 周深果然是属于自然熟 但有懂得礼貌 开朗又不识分寸 古林精怪却有很细腻的性格 让人喜欢 也十分期待《奔跑吧》第十季的正式播出 据晚上爆料 《奔跑吧》第十季的第二轮录制 将会在4月24日左右去昆明录制 也期待可以看到更多的路透消息 让大家直接馋 今晚周深的枯杀 你期待吗 周深在《奔跑吧》第十季中的路透 你如何评价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记载更新